魏全龍的復活之路 現在又有最新進展 中華職棒大聯盟會長吳智陽 在3月5號上午 跟頂星集團的三董魏英聰 進行了第一次會面 雙方也針對中職第五隊的 加盟事宜 做出了進一步的討論 他有提出一個請求 就是希望儘早能夠安排 他來親自拜會 四個球團的代表 大家也可以溝通 經營的一些理念 那另外我也特別 要求他們能夠 在4月中旬 我們就要把這個 企劃書送出來 我們希望在4月底 以前完成這個 常務理事會的通過審核 然後就可以加入 集中選秀 頂星集團也透過發言人表示 大家最關心的領隊 以及總教練人選 預計在3月底到4月初之間 就會決定 而且他們現在 已經針對特定的人選 開始進行洽談 包括了魏全龍的 之前的一些相關的夥伴們 也確實是都有進行一些積極的接觸 有關領隊還有這個總教練人選 都會在3月底4月 那麼一定會出爐 也希望有了第五隊以後 可以勾出第六隊 因為他們今年加入 集中選秀 擴編選秀 明年馬上就打二拳 澳洲他們今年來不及 他們也是希望明年來打二拳 那很有可能明年就是 在二拳上面就有六支全約在打 至於魏全龍的主場 將來會定在哪裡 頂星發言人歐陽少偉表示 魏英聰已經親自看過 新竹跟高雄的球場 現在正在蒐集資料 進行科學化的數據驗證 希望能趕在4月中 送交加盟企劃書之前 拍板定案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